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菜 就是蚝仔煎蛋 现在的蚝仔肥仔肥仔的 蚝仔肥仔肥仔好漂亮的 还有鸡蛋 我买了1斤 買回來是很髒的,需要清理一下 加些生粉,把髒東西拿出來 加一點鹽 加一點 生粉就可以把髒東西吸出來 用水漿慢慢把髒東西洗乾淨 如果洗完一次覺得不乾淨 可以把步驟重覆洗一下 洗至乾淨為止 洗乾淨後檢查蠔有沒有蠔殼 這粒是從蠔肉裡收出來的 吃的時候吃到就不太好 很沾 這個小蠔稍微拖一拖水 不需要拖太久 如果弄得太熟 如果弄得太熟 這樣就把水都熟了 拖四十多秒就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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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現在可以把水抖成隔乾淨 好,現在可以將它抖成隔乾淨 好,現在可以將它抖成隔乾淨 雞蛋打開它 打開的時候,看到雞蛋蛋黃很實淨 很圓的,沒有扁 雞蛋就會新鮮靚 雞蛋就新鮮靚 放進去 加少酒 加蔥粒 再磨黑胡椒 再磨黑胡椒 蠔仔已經隔乾水分了 就把雞蛋倒進去 拌勻就可以拿去煎 現在就開始煎雞蛋了 少許油 把雞蛋熟 煎熟就好 就好了 現在,慢慢煎一下 現在可以翻著一邊 这边煎熟就可以上碟了 现在继续煎其他的鸡蛋了 现在鸡蛋已经煎好了 可以吃的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